我可以決定我今天要 要不要拍這個東西 要不要跟這個攝影師拍 要不要跟這個男優拍 要不要跟這樣子的 不要拍 有些人不拍多人啊 有些人不拍什麼 小教啊什麼之類的 甚至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台灣 拍AV合法了嗎 台灣怎麼會拍AV合法 為什麼沒有被抓走 獨家專訪台大學霸兼AV女優 為喬萬報本土成人產業秘辛 不是想要說歸讀書 不在乎我 只想要你能清楚 是這位是近日在社群平台 分享錄取台大人類學系爆紅的 AV女優韋喬 高中就是姿優班的學霸 怎麼看待自己 這麼新鮮的雙重身份呢 第四海人前 你的心情是如何 誒誒誒誒 這種男生對女優提問的方式 有點誒誒啦 認真進入整片 因為我是很新很新進來的人 就我今年二月才假日 我也沒有拍幾支片 這樣不是一個知名的人 不管我是不是AV女優 我都會有新生活啊 對不對 每個人的信息好 或信憑好 其實跟好像他讀什麼學校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對不對 我是AV女優 但是我是高中台大 所以這個反差感 對大家來說是非常劇烈的 那為什麼這個反差感這麼劇烈 就是大家對於AV產業 AV女優 尤其是AV產業的女性從業者們 是有很大的一些 刻板影響跟顏色眼光 在去看待這件事情 你有點看不起 或是覺得說啊 就是我不知道去做什麼 才去做AV女優這樣 然後可是高中台大這件事情 會覺得喔怎麼 他可以考上 然後就很意外這樣子 比如說男生去當男優 好就被人家羨慕 好好喔 就是可以打破 又可以賺錢 怎麼會女生喜歡 當AV女優 這怎麼會當AV女優是興趣 他說就是 難道想當香爐嗎 大家對於這個 女性去當成人產業演員 男性去當成人產業演員 這個眼光差異是非常巨大 那我自己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 就是沒有那麼在乎 外界眼光的人 如果大家 知道魏橋 知道我這個人就是AV女優的話 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不排斥這個職業 就是 我是因為自己的興趣跟理想 然後進來這個職業 那我就不會擔心這個職業 不要錢在我身上 21歲計畫通的他透露 早就想進這行 他的同性伴侶也支持 因為我的伴侶他是 紀錄片工作者 所以他們就有去做天野調查 所以他那時候工作回來的時候 他就很開心的 就是跟我分享這件事情 那討論的時候 就半開玩笑 就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想過你要去拍 加入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就是 不愛我怎麼辦 之類的 他都想說不會啊 就是他覺得很棒 支撐他踏進成人產業的 除了伴侶 竟然還有來自知識的力量 我對性別體有興趣 然後我對人類學有興趣 對心理學也有興趣 一個女生要說自己在 自己平常會滋味 跟一個男生說自己會打手槍 那個男生就這樣 差異非常大的 對不對 女生就不敢講 你最好跟孫姆瑪莉亞一樣 不用性交就生小孩 還可以生耶穌這樣子 女生色的話 就喜歡打拋的話 就很淫蕩 就是香爐啊 人生差啊 什麼之類的 破麻 好多難聽人知 可是在男生身上沒有這件事情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女生你如果 什麼都給很多男生的話 你就沒有自尊啊 然後就是沒有道德啊 什麼之類的 普遍社會當然就是 都有性質感 可是對於女性的這個 性欲的表達 的壓迫是非常大的 我想要表達說就是 進入這個產業並沒有不好 對女性來講 我可以表達我自己的事情 我喜歡做愛 不就是直接講 除了片酬15到30萬元 是極大誘因 注重自主權的喬安 還喜歡這一行的行規 女人最大 至少我的經濟 從來沒有強迫我要接任何一個通告 我可以決定 我今天要 要不要拍這個東西 要不要跟這個攝影師拍 要不要跟這個男友拍 要不要跟這樣子的 不要拍 對 因為有一些女友其實會挑說 啊可能太大不舒服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比如說有些女生不能親吻 她不能接受跟 不認識人接吻 甚至連題材 就是我也有提過說 欸我不喜歡拍搶包片 台灣的攝影師 因為還沒有很成熟 所以我們的資金 很多都是靠總資 會置入一些博弈網站 什麼 但這個東西 的確可能也會影響到一些 民眾對我們的看法 但是這個是現況 甚至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台灣 拍AV合法了嗎 台灣怎麼會拍AV合法 為什麼沒有被抓走 台灣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在拍一些 自媒體的A片 就是已經不是跟 中國報告拿錢的東西 然後也有一些人 他們開始在開 OnlyFans 就是自己拍自製的A片 這個市場越來越活躍 越來越多競爭 我覺得是很好的事情 因為有更多競爭 所以大家就會精益求精嘛 產業才會進步 對 三立娛樂新聞 好像大學我還是會繼續拍 所以大家可能擔心 如果市場的片的話 哈哈哈 報道 可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